學測 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永老師 學測已經倒數不到一個月囉 各位同學準備的還OK嗎 前幾個禮拜我們有在 Slido 上面收集了同學 認為學測衝刺階段比較有效的複習方法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一回覆同學的分享 究竟這些是真的有效的方法 還是同學常犯的迷思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同學的回覆吧 哇同學的回覆真的是蠻多的耶 那我們就從上面開始慢慢的往下看吧 來第一個同學 我覺得定證很有效 老師跟我說錯的題目都要好好確實定證 這個絕對是正確的喔 因為我們在學測考試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科目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啊這個每一個科目的題型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在短時間內有效真的複習到我們需要的重點 也就是對症下藥呢 就是這個針對我們錯的題目好好的定證嘛 其實錯的題目就是我們比較不熟悉 或甚至我們這個漏掉的觀念 那我們在趁我們的錯題把它補足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補習方法喔 OK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同學 我都會自己整理每一課的重點筆記 然後考試前把這些筆記再拿出來背一遍 其實背一遍這樣子其實是比較不好的 但這位同學前面講的是對的喔 他都會整理自己每一課的筆記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整理出自己的筆記 自己看得懂的筆記才真的是好的筆記 很多同學都會拿隔壁同學的啊 或是網路上看到的筆記 老師覺得呢 自己整理出來的筆記才真的是比較有效率的 只是我們考前啊 不需要把它全部拿出來背一遍啦 剩下不到30天的 你有這麼多的科目要念 不妨就跟我們前一題這個同學的概念結合一下 前一題的同學啊 針對我們錯題有去定證 那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錯題的筆記嘛 把我們錯誤的題目啊收集起來 類似做成一個筆記的概念 這樣不就是真的完整且有條理的對證下藥了嗎 所以這樣子是比較有效率的喔 好 那我們來往下看一下有沒有 喔 有個同學喔 心境自然 成績會好 還有吃飽睡好就會考好了啦 這幾個同學啊 其實我們要呼應的觀念啊 在考前30天喔 各位同學一定會非常非常緊張 甚至會睡不著覺 還會夢到自己畫錯卡對不對 好 這個都是我們考前緊張的一個表現 不過各位同學啊 不用擔心 吃飽 睡好 才是我們考前30天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喔 為什麼呢 因為啊 其實很多同學在考前的時候 可能因為緊張有一些這個腸胃上的問題啊 或是比較容易感冒 好 這個時候我們睡飽吃得好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不要讓這些我們的身體的一些症狀 影響你的念書 影響你的複習 甚至影響到你的考試了 所以推薦各位同學一個方法喔 我們在考試當天啊 都會吃早餐 都會吃午餐 那你當天啊 如果早餐呢 比如說你會吃鮪魚蛋吐司 比如說你會吃玉米蛋餅 你當天的早餐會吃什麼東西 不妨在學測這個倒數不到30天的時候呢 可以稍微的來吃一下 吃吃看這些東西呢 會不會對你的腸胃有什麼影響 如果不會的話 就推薦你在考試當天也吃這些東西 這樣子才不會對你的身體有額外的負擔喔 所以這樣子是一個比較這個我們的安全的方式 才不會造成我們的一些狀況喔 好 還有考前應該要放輕鬆 不要再多念什麼書 還是要念一點書啦 針對我們錯誤的地方還是把它補足啦 不能考試的時候 老師說你要吃飽睡好 結果整天吃飽睡 睡飽吃 這樣是絕對不好的啦 不然你到時候連筆都不會拿怎麼考試 對不對 這邊還有一個回應啊 說我同學跟我說要一直多寫題目 才能全部複習到 所以我到書局買了很多講義跟參考書 這個是完全不對的方法啊 同學 你學測要考非常多的科目 甚至自然科裡面還分成四科耶 題型這麼多 你哪刷得完啊 題意還無涯啊 那你同學有跟你說 他買了Snap S 新學測黑馬計畫 幫你在七天裡面複習完全部的重點 把這些重點全部複習完之後呢 再配合題目的訓練 這樣子才是真正有效的複習方法哦 這樣子才能治標又治本哦 沒錯 你被業配了 哈哈 感謝同學們今天熱烈的分享 而老師也透過自身的經驗 幫各位同學補充了準備的方法 那據學測啊 倒數不到三週的時間啊 老師要特別提醒同學 學測的分數是你準備的充分程度 乘上你考試當天的狀況哦 所以老師在這邊提醒同學同學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你的錯題筆記 可以拿出來再熟讀一遍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們的吃飽 睡好 這樣子啊 才能讓你在考場發揮100%的狀況哦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Snap S 台灣的頻道 幫我按讚 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才能讓Snap S 繼續陪你一起戰勝學測哦 我是李永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老師今天啊 要針對生活方面 教大家吃什麼 穿什麼 以及如何調整作息 這些食物可以幫助各位同學在考試的時候 擁有良好的思緒 第一點 調整作息 睡 星期間 星期間 Joy